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亲》是被不少网友评为翻拍很成功的漫改剧 虽然集结了各种脑梗 但剧情加入许多充满心意的反转发展 能令人眼睛一亮 不会觉得看得很腻 而剧中嘱咐CP的爱情线都很令人心动 还融合许多笑点 又甜又有趣 让人一看就欲罢不能 是越追越吸引人的好评爱情剧 不仅如此 该剧同时也通过幽默的方式 传达了一些关于人际交往和情感认知的深刻思考 这部电影结合了轻松幽默的情节 生动刻画的角色 以及关于人性和爱情的感悟 为观众带来了愉快的观影体验 韩剧二 海岸村恰恰恰 海岸村恰恰恰也被不少网友提名 这部找来金轩虎 生女主演 剧中讲述都市女牙医尹慧珍来到海边小村庄 宫臣开设牙科诊所后 与包办村里所有事物的热血 红班长展开的罗曼史 整个故事很简单 大体上就是男女主在日常相处中渐渐靠近 互视心里的伤口 相互治愈 再以日常小岛生活中的人情往来 互相帮助 和谐相处等填充细节 通过镜头展现海岛的风情人物和生活习俗 打造一部温馨的 浪漫的 感人的 和志愈的韩剧 每集的片尾有个小彩蛋 相当于话外音 对剧情有辅助作用 独属于男女主之间的小缺性 虽然这部以男女主的爱情为主线 但剧中还融入各式各样的人生议题 剧情丰富饱满 主配角形象都很鲜明 金剧百出 而金轩虎与生女 在剧里交往后的互动 又甜又治愈 加上配角们的故事之线 不会让人觉得太单调 是很深入人心的爱情剧 韩剧三 没关系 是爱情啊 没关系 是爱情啊 是很多剧迷心中最爱的爱情剧 这部由赵银成 孔小镇 都静秀 李光珠 李盛金主演 播出后收拾一只稳剧前三 这部剧以精神健康医学为背景 男主张载烈是一名有强迫症的爱情推理小说家 擅长写血腥的推理小说 擅长洞察人心 女主池海秀是精神科医生 全剧以精神科医学为背景 以张载烈和池海秀的爱情为主线 以包含男女主在内的 住在同一栋楼中的四个人的日常生活 引出故事情节 剧情铺陈细腻又高潮迭起 穿插了很多精神疾病的病例 看到患有心病的角色们 渐渐被治愈 能让观众也有被疗愈的感觉 且这部更偏向于 在男女主谈恋爱的过程中 完整全剧故事 赵银成与孔小震的CP感 演技又都很强 让人完全能感受到 男女主角在爱情中的成长 有笑又有泪 是许多网友心中 值得一看再看的神剧 韩剧四 鬼怪 鬼怪是《太阳的后裔》的编剧金恩书 和导演李英福记《太阳的后裔》后 第二度联手 剧集火爆程度 《不输太阳的后裔》 作为超经典的奇幻爱情剧 找来了孔刘 金高银 李洞旭 刘盈娜主演 剧中讲述 拥有不死之身的鬼怪金信 遇见身为鬼怪新扬的 19岁少女 池恩卓后展开的故事 鬼怪世界观很新颖 也有很多充满新意的情节 它并不是那种 观众一看到开始 就知道故事情节会怎么发展 然后结局是怎样的 反正当年一播出 就迅速在全亚洲掀起热潮 鬼怪剧中有很多史诗级场面 剧情浪漫又充满神秘感 主妇CP甜蜜交织的爱情线 都很引人入胜 情感刻画细腻 搭上孔刘 金高银等主演群 渲染力极强的演出 会让人追到过度投入 反转不断的发展 也增添剧情精彩程度 不会觉得爱情戏很无聊 韩剧舞 奇怪的搭档 奇怪的搭档 由池昌旭合作男志炫主演 这部剧情讲述 梦想成为律师的殷凤夕 在实习期间 突然变成了前男友 被杀案件的嫌疑犯 卢志旭虽然身为案件检察官 但他因相信凤夕而取消控诉 却因此失去工作 后来卢志旭自己开设律师事务所 和凤夕日久生情 奇怪的搭档 结合了悬疑 浪漫 搞笑元素 是分为比较轻松的律证剧 剧中 池昌旭饰演充满正义感的卢志旭 剧中他本是一名检察官 为了帮助女主摆脱罪名 被迫变成了一名律师 不过不得不说 他的颜值 在这部剧当中 真的还是非常耐看的 可以说 这部韩剧 被池昌旭撑起了大半边天 我们的女主男志炫 则饰演一名司法研修生 性格很开朗 也很善良 颜值也是非常高的 两人斗嘴斗出感情来 且池昌旭与男志炫的化学反应很强 两人的恋爱戏填入心坎里 不过这部爱情线铺陈的恰到好处 搭配悬疑解谜 刻画主角成长的情节 不会让人觉得 看恋爱 看到很腻 尤其是两人同居之后 那发生的事情可就非常有趣了 孤男寡女同处一世 难免会产生感情 还是遵守了韩剧的定律 绝对是让你看得脸红心跳 韩剧六 那个男人的记忆法 那个男人的记忆法 由金东旭 文家英主演 该剧讲述 因罹患过剩记忆症后群 超一症 而把一年365天 8760小时发生的事情 全部记住的新闻主播 以及失去人生的重要记忆的 你演员之间的悬疑爱情故事 虽然是典型的罗曼史剧 但总让人没法快进 每一针都不想错过 虽然讲不出哪里非常与众不同 但是看着很舒服 主角演技撑得住 剧本不落俗套 没有让人无语的误会 该果断的时候果断 该甜蜜的时候甜蜜 一切都正好 那个男人的记忆法 剧情叙事性很完整 除了有浪漫的爱情戏 还会穿插紧张的悬疑追凶情节 完美融合了悬疑与爱情元素 剧情缓缓相扣 在追查凶手的过程中 能体会到男女主角 互相质疑的感动 两人火花很强 很多网友更都觉得 这部恋爱后更好看 一集比一集精彩 真的很值得追 韩剧七 《山茶花开时》 《山茶花开时》 由孔孝珍、江和娜主演 此次孝珍饰演《山茶花开时》 里的女主东伯 东伯是一个未婚 还带着小孩的单亲妈妈 第一集的时候 东伯带着孩子来到小镇 开了一家酒馆 取名叫《山茶花》 男主是江和娜饰演的黄龙植 龙植是个正义的铁憨憨 高中时正义感爆棚的他 徒手把持枪 抢劫银行的劫匪 打掉了门牙 还被劫匪索赔 开出租车 都能抓一个偷窃贼回去 送快递 也能碰到杀人强盗 《山茶花开时》 是悬疑感很重的爱情剧 《山茶花开时》 《山茶花开时》 是悬疑感很重的爱情剧 《悬疑之线》 《悬疑之线》 引人好奇 主演群的演技都很有代入感 每一集都能看得很投入 且剧中成功刻画出 小人物如何克服外界偏见 把自己的孤独 伤痛 转化为希望和爱 传达出身处逆境的平凡人 也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奇迹 男女主恋爱后 故事更精彩 是很值得细细品味的温馨好剧 深受观众喜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小师姐的视频 可以点击订阅关注 喜欢谁就告诉小师姐啊 小师姐会每天给大家更新最新资讯